我叫吴嘉玲 我来自Walsall Fudan Academy 我现在托福是114分 我的SAT是1510分 我一共收到了五份offer 然后其中我最后选择了 加州伯克利分校 然后我最后选择了加州伯克利 我选择加州伯克利的因素呢 其实有三个 然后第一个呢 是我的专业排名 我已经咬定 我肯定要学Computer Science 就计算机科学了 所以说我是在计算机科学的 排名的单子上选 然后加州伯克利又碰巧 是美国的四大理念的 比较好的一所 然后所以我选择加州伯克利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 加州伯克利就在硅谷旁边 是学计算机科学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 然后第三个就是学校规模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 很小学校 因为我高中初中 都是在比较小学校 我到了美国 我想体验一下更大的学校 就是那种非常美式的 大U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择了加州伯克利 我最后选择的专业是 计算机科学 因为我觉得计算机科学 是在所有理科中 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门专业 因为你能看到你的代码 变成真真切切实实实实实实的东西 一个或者一个程序 并且被很多人运用 然后被很多人喜爱 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自己学习托福的话 其实是非常巧的 我在初中非常喜欢变模术 然后变模术的话 需要非常多的外国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看外国的 原版的模术讲座 包括看外国的原版的书 而这些原版讲座和原版书 都是没有翻译的 所以说我一般会 一天花上四五个小时 就去刷那种模术的讲座 然后这样子就导致我 英语就在前一幕话中 就变得非常好 因为那些模术讲座并没有字幕 然后那些老外讲话 说真的也非常的快 然后我的英语的听力 就练得很好 就导致我托福听力 其实并没有怎么练 因为其实如果对自己的能力 已经足够自信的话 就其实可以直接去考 我觉得是完全OK的 然后我的Wonsa课程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学习的托福 毕竟在英语课上的话 和外教对话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对我口语的提升 还是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 如果对于深险的话 我是从高二的五月份左右 开始准备的 因为高二的五月份 首先我有SAT 然后还有AP 然后还有文书 就要开始构思了 特别是文书 主文书的构思 还有副文书的构思 我基本上都是在暑假完成 然后接下来会在暑假 暑假结束到开学 和deadline的那一段时间 我会把主文书和副文书写掉 然后这些主文书和副文书只是提先批的 就是ED或者EA的 然后ED我是选择了Counter 但是很可惜 我当时申请Counter的时候 我只有1470分 然后SAT1470分 其实对于申请Counter的话 今年的话是并不是很够的 意料之中我就被剧掉了 然后我就被萃取 然后还有的话 我在EA的时候 我还剩一些保抵取消 比如说VC康星麦迪逊 比如说普渡 然后那两个我都是禁了 还有是UIUC的公愿 那个我是想冲一下 但是很可惜 因为1470SAT的确不够 我被放进了waitlist 然后直到RD的常规P RD的常规P 我一共生了11所学校 我其实是有两个梦校 一个是Counter 一个是UCB 然后Counter 也是我的一个首选吧 就是如果进来的话 但很可惜我被waitlist 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所学校 有可能以后也会去拜访 因为我在那里面也参加过下校 认识很多朋友去学长和学姐 然后我觉得如果申请中 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SAT成绩处分是比较晚的 直到12月份 我才考出了自己满意的成绩 就是1510分 其实这个成绩也并没有很高 但对于我来说也还算足够了 所以说如果对学妹学弟 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提早准备SAT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说 一定要记住要背单词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 我一直拖着没有背单词 导致我SAT就是分数一直上不去 其实我觉得如果课外活动的话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从高一开展的一个报社 然后是这样子 我们的学校一共其实有两个校区 在我高一刚进来的时候 有国科校区和有正习路校区 而这两个校区呢 因为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 是分开来的 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学区 沟通是非常的少的 而当时我办这个报社 我们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为了增加这个高年级学生 和低年级学生的这些沟通 因为当我们采访很多 高年级学生的申请经历里面 发现其实高年级的申请经历 是非常值得低年级的同学去效仿的 包括高年级会给出很多 很有用的一些托福或者SAT的tips 包括申请方面的一些帮助 这些其实是低年级学生 非常需要知道的 需要了解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做课外活动 你要选择自己觉得真正 从内心觉得真正好玩的活动 内心觉得真正做这件事情 是有意义的活动 当你参加这些真正好玩的事情里头呢 他们才能激起你的兴趣 让你去更深一步的探讨 比如说你将来可能的专业 或者是你将来可能的 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吧 但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文书的切中点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说 一定要挖掘自己的闪光点 但是挖掘自己的闪光点 其实你只能靠自己去挖掘 指导老师所能做 只是提醒你 你到底以前都干过什么 然后你能从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个 其实说到底来说 这些都是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你自己 招生官我相信 他更想看到是 你自己是如何看待你自己的 你自己是如何推向你自己的 然后我是这样 其实对我触动的事情来说非常多 但我最后挑选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在我在卡内西门龙下校的一天 我和一个学姐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是这样 在饭桌上其实我还是比较拘谨 毕竟是刚来到一个新的环节 然后也是和一个才刚见面两三天的人 去一起吃饭 他说我好像以前也学过一件魔术 我能跟你变一个吗 然后其实我在这之前 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 我已经有点就是放弃魔术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魔术其实是蛮幼稚的事情 所以高一高二我其实是放弃了魔术 而直到这个学姐 笨手笨脚像出席者刚不给我变了魔术 但我觉得这确实是 这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是非常 就一点都不幼稚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正在用自己的一点点努力 去改变就是非常居心 我让我收获一点点欢乐 我觉得这个是魔术能带给人们 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而我认为之前 我认为魔术是个非常幼稚 是我自己心态比较幼稚吧 所以我觉得学姐做的这件事 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在我回到学校之后 我又开创了魔术社 然后又带领着我的魔术社成员 进行的几次魔术社表演 然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如果用一个词语去形容自己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热情吧 就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计算机科学 因为学校出于种种原因 并不能开这个课 所以我就会自己去上网学 比如说我在Coursera上 我就上了John Hopkins的一门 HTML CSSJS的一门课 教你怎么样制作网页 然后随后我又更深地去挖掘这本课 比如说我又接下来又去学 ReactJS和 NodeJS之类的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让我去搭建服务器 包括可以做很多网站的服务 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体现 我在自尊这些方面有非常多热心一些事情 我觉得Walser教会我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自主学习 因为首先在Walser的话 我们需要自己制作非常多的Project 比如说你要学会如何拍视频 比如说你要懂得如何做Poster 而这些方法或者是做这些东西的工具呢 老师是并不会给你的 这些都要去你自己去网上发掘自己去探索 而这样子呢就可以锻炼大家的自学能力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棒的 然后其次第二点呢Walser提供给老师自由度也是非常的多的 然后提供给老师的自由度呢 就比如说不同于IB IB的话老师一定要follow那个课程的教科书来 而Walser呢大家的课程 老师的课程都是由教员组自己讨论出来的 而且会根据每个老师的不同的特点量是定制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叫做Colicy 然后这门课其实是Walser读过的 我们会谈论非常多比较敏感甚至会有点真意性的话题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兴趣向 比如说环境保护 比如说金融危机 然后我觉得只有老师当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到这个学科里面 这样才能教得更好 而不是像比如说像某些课程 只能规定教科内容 这样子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Walser老师对我三年之内的帮助 然后我觉得我在Walser的经历也是非常值得的 我感谢Walser的经历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我感谢Walser的经历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我感谢Walser的经历是非常值得的